今年呢 我们希望粉丝们可以更有升天的感觉 所以呢 当然我们两位女佣的这个按摩手法跟技巧也要全面升级一下 因此在今天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表特版的正妹医师 拥有呢 复健科小天心之称的刘碧涵医师 来到现场 要传授一下呢 他的按摩技巧 我们请刘医师先跟大家打身招呼好吗 大家好 我是刘碧涵医师 那大家一般都教我刘医师 那我是复健科医师 那今天来是主要要教两位女佣来教一些放松的技巧啊 然后一些可以让自己比较放松 也可以照顾粉丝的一些小小简单的动作 大家多指教 太好了 今天呢 刘医师有准备了很多的手法呢 就要来传授给两位女佣 那说到这个按摩手法 其实身体有很多部位 对不对 我们先从现在的文明病 就是大家常常用电脑滑手机 每天手回来滑去 有没有觉得手很疼 或是手腕会觉得有点疼痛 对不对 那但是来到TRE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双手粉丝们呢 要拿着很重的这个单眼相机 要拍女佣 还要给女佣的这些爱的鼓励 所以在这里留意是 首先是不是可以来教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可以缓解手腕的一个抒压方法 或者是按摩手法呢 好的 手腕相对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关节 所以容易有一些累积性的伤害 那我们教一些简单的伸展动作 可以就是缓解使用了一整天的电脑啊 或者是拿着比较重的器具之后 可以伸展的一些小动作 那其实蛮简单的 我们就用右手来示范好了 那比如说在右手的时候 我们可以就是试手整个手背打直 然后可以用左手压紧 好 谢谢 左手把它压紧以后 平流大概是15秒到20秒 对 那这样很开心 OK 那如果15秒到20秒之后 可以就是再往你的小拇指侧 稍微推一点点 好 好 我们也很可爱 对 对 这样子拉伸的肌肉层 又会有点不一样 甚至整个手背背线的筋膜 到肌肉来讲 都会有一定的伸展 谢谢 非常感谢刘医师 第一个动作 手指を緩めるマッサージ いかがですか なんか緩まった気がします 確かに スーッときますね なんかちょっと痛かったです はい 她说的确蛮有这个效果的 感觉呢 这个筋整个都被拉长的感觉 好 那手腕的 指教学结束之后呢 我们TRE 每天就是要看你们舞台上漂亮的样子 粉丝们很累 每天这样子逛来逛去 对不对 我们的肩颈都感觉顶空空 那这个时候 刘医师 有没有什么是可以舒缓 我们肩颈的僵硬的一些动作呢 OK 那大家参观TRE 然后看展 一定就是太多吸引人的画面了 所以会很专心 然后 一定都会这样入供的话 要捕捉漂亮的画面 OK 所以常常就是会有一些 修大肌修小肌这一代的一些 緊繃僵硬不舒服 那事实上我们都按摩这一代 修大肌 尤其是修小肌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可以改善一下肩颈的一些 就是緊繃僵硬喔 那示范的话 如果一般人 我们会建议 可以从性感的医师合理吗 抑一下这个地方 这么感染 抑一下这个凹陷处 然后往你的胸口去推 那事实上这边 其实都会有一些 激动点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说比较害羞 在办公室里 怎么可以做这样的动作呢 OK 那我们就放回来 大概在我们拖开一下 锁骨下 大概是一个指骨的一个位置 然后歪側一些些 歪側一些 OK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也是是可以往下 去做慢慢的一个搓揉 那不建议说 这么快速的一个旋转 它有时候反而会太刺激 可以用一些化圆的一个方式 压到一个紧绷的地方 化圆 然后慢慢往自己的胸口这样靠近 胸大鸡胸小鸡 可能在这样子的延续 这样子按摩之下 你就会觉得比较放松了 好 那在这里呢 因为毕竟这个女優马沙鸡 是女優要给粉丝们的福利 是不是可以示范一下 Sakura-san 这种妙的マッサージ方法 を七刀さんに やってみて 上げてください さっき教わったここ 鎖骨の下を ゆっくりと伸ばしてあげる 慢慢的 側骨下面 Oh my god 粉丝们 请把七则想像成 到时候 就会是你们自己 我们现在手法全面升级 这样子合理吗 也太令人脸红心跳了吧 那次 七刀さん やってみてください Sakura-san に はい ここ そうですね これはですね 8月TREで ファンの皆さんに やってあげてくださいね 在TRE8月的时候 你们就要帮粉丝们 一起來服务喔 好 刘医師 他們這樣動作的正不正確 還蠻正確的 對 可以在 游 游移一下就可以 那游移的部分 我們就留給粉丝們 8月的一個福利 那接下來呢 我們慢慢往下 對不對 再來就是下半身的部分 因為我們長期作折啊 少運動 循環不好 那可能腰部啊 或甚至是屁股上的 在半身這邊 也會感到疼痛 有沒有什麼舒緩法 可以來傳授給兩位女友呢 當天 大家一定很多人 帶著 很棒的裝備 單眼啊 什麼之類的 扛著一整天很重 或者日常呢 我們其實蠻常有一些 久坐的狀況呢 一定就會有一些 腰痠背痛 甚至延伸到 屁股的位置 那事實上 可以做一些 就是屁股的 肌群的一些按摩 那 這些可以緩解到 我們在 中醫上 類似像 環跳穴這個位置 那在西醫上 我們可能 可以按摩到 我們的底狀肌 比較盛層的臀肌 或者比較淺層的 像土打肌 臀中肌 這個地方 那在按摩上 我們可以找到 外側比較突出的地方 外側比較突出的地方 他們邊示範好不好 劉醫師邊教 然後一起 然後一起 やって按摩 腰 這邊有一個環跳穴是不是 對 我們先找到外側的 外側 然後 屁股 相對的是 是在 屁股的中間 然後 這兩個點的 大概是 外三分之一 到一半 這樣子的位置 所以 只要來TRE的 粉絲們 就可以 被按屁股 想要 被按屁股的 趕快趕快 記得6月1號 趕快搶票 也太性感了吧 啊 那接下來 後來 換 蘭納沙華 SAKURA 他們兩個 很可愛耶 這邊 啊 這邊 這邊 有一個 炫道 然後 緩解一下 要不然下半身 循環幕好 我相信對男性 粉絲們應該也很困擾 對不對 這個動作對男生 對女生來講的話 都是 畫面又好看 然後又有實際的 一些效用在 那這邊來講的話 做一些舒緩 其實 腰痠背痛啊 甚至是 嚴重到屁股的 這些緊繃感 其實都會蠻有效的 好 再次呢 非常謝謝劉醫師呢 今天為我們帶來的分享 Liu先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那你們要學起來 學起來就要幫粉絲們 8月的時候 給他們驚醒 一起來服務了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再次的 謝謝劉醫師 謝謝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當然我們除了馬莎姬手法之外 因為這一次呢 特別邀請到兩位女優來到台灣 對不對 我們當然希望他們 除了工作的時間之外 也要體驗一下台灣的在地文化 台灣人很愛什麼 買樂透還有刮刮樂 我們今天主辦單位呢 精心準備了這個 TRE專屬的刮刮樂 男主角 男主角 左邊 請來 請來 試著專屬刮刮樂 希望呢 兩位 殺倉跟機者 可以好好來試一下呢 TRE 有沒有辦法的 帶來好運氣好不好 那現在兩位手上呢 都有這個金幣的部分 等一下 我們就先請殺倉 來為我們刮出呢 這個好兆頭 先來為Sakura 後來3 2 1 請來 準備好了嗎 3 2 1 請 請 要被刮出什麼呢 人流破20萬 先來一些掌聲好不好 這個是一個預告 這個是一個預言 我們一定會突破 今年2024 TRE 台北國際成員陣 三天連續的人流 我們一定會破20萬 來就嚇死 20萬人頭吧 自信ありますか 有嗎 有 好 很有信心非常的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第二關 阿龍 七沢さん次 よろしいですか はい それでは三人一でまいりますね 左側 そちら側 プレゼット はい お願いします 3 2 1 Let's go 好 其他回答是什麼呢 グラッチ 100位女優 搶聲鼓勵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重大的消息 因為呢 聽說在日本呢 也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規模 我們今年可以說是創下亞洲的新紀錄 將會有近百位女優 百位女優 齊聚一堂 真的是非常香的一個現場 請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剩下一個不倒音的最後にダレマさんが残っておりますが お二人で一緒に作立をしてくださいね 那接下來就請兩位一起來幫我們掛出 準備好了嗎 3 2 1 どうぞ さあ第三個驚喜 是什麼呢 なんでしょうか 五大舞台 三百個餐位 也表示呢 我們TRE的票一票可以玩翻五大舞台之外 還有三百個各式各樣非常有特色的餐位 如果想要跟女優們近距離的一個互動 就歡迎呢 一定要來到我們的TRE 千萬不要錯過好嗎 那麼請兩位女優拿著我們TRE的經歷 一起來拍個照 さあスクラッチの部分の記念撮影を撮り行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まずはセンターに視線をお願いします 先看向正中間的攝影機 有頭攝影師 はい 続きまして 右側 右側 センターよりの右側から ちょっとずつちょっとずつ外に 把視線を移動してください 我們先從 好 右邊慢慢的每一個視線都移動一下 はい 接続は左側 左側 左側 馬上一次我會回來 我會回來 我看到你的臉 對不起 給我一些時間 我會讓你們都捕捉到畫面 はい はい じゃあもう一度右側のセンターのこちらの カメラマンに視線をお願いします 好 OK 再回到センター センターに視線を戻してください どういう風中の画面も はい 台湾传統的 瓜瓜肉 而且是 TR1 限定瓜瓜肉 今天 由砂糖跟チーズ 幫我們 刮出 屬於今年夏日 最棒的一個 好照頭 好運氣 OK 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謝謝 はい じゃあ ここから お待ちくださいませ 因為我們每一年 我們每一年 我相信 媒體朋友們 很多都是熟悉的 聯工 也謝謝你們的每一年 都來幫我們一起來參加 記者會 那我們記者會 每一次都會有很重要的 啟動儀式的環節 對不對 今年一樣的 我們有重大的消息 要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邀請兩位旅遊 一起來為我們公布 3 後ほど 3 2 1 で 起動してあげてください で ここ重大発表になりますので 大切な情報が入ってますので お願いします 好 那現場呢 準備好的話 我們就 一起倒數 3 2 1 1 到底會是什麼樣的姿勢呢 好 非常棒 夏日的 在台北國際成人展示的 我們的售票呢 第二例在六月一話中午十二點 JK FACE準時開賣 全台開賣 我們要擠爆伺服器好不好 我們要來兌現跟粉絲們的 這個 承諾 來到加拿館 二館 我們終於來了 期待呢 我們到時候 8月9號到11號 能夠呢 見到所有粉絲朋友們 你們一定也要來見見呢 你們心目中最喜愛的女優們 はい はい 好 我們再看一下 拍片 左手邊的攝影師 全台開賣 後天 準時十二點 拜託拜託 不用錯過 而且這一次呢 還有 TRE的週升套票 可以升級加過 就可以升級快速通關的入場卷 OK嗎 還有哪裡需要視線嗎 還有哪裡需要視線嗎 好 那接下來我們在 最後我們就要請兩位女優童來幫我們進行宣傳 謝謝 稍後等待 現在後面稍坐等待 最後 兩位女優童來幫我們進行宣傳 最後我們要邀請兩位金卡女優 一起來幫我們宣傳有關 今年2023TIE台北國際成人展 Shakai-san お願いします 8月9日10日11日に TIE台北國際アタルト展を開催いたします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稍後再來說呢 大家好 她是沙昂正那樣 8月9號、10號、11號 她會在TIE台北國際成人展跟大家見面 大家不見不散 謝謝 接下來呢我們請七澤米亞 你好 Nuva-san Miya 6月1日の午前12時に JKFACE規定チケット発売になります 皆さん絶対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ね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現在現在也說呢 6月1號的中午12點 JKFACE全台開買 大家記得要先註冊JKFACE規定 然後祝大家都順利搶到票 謝謝 謝謝 謝謝女優們為我們帶來的一個分享 那最後呢就要邀請兩位跟這個本本一起來合照好不好 最後にこの製作連帽と一緒に記念させをお願いします 開箱正前方的選機 謝謝 15千里創新記錄 百位女優黃金陣容 就在8月9日到11日 我們即將在南港展覽館2館 TRE台北國際成人展會 再次的重量登場 一起來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 那同時呢 剛剛呢也有依子 在提醒各位的就是我們的售票 是6月1號中午12點 JKFACE準時販售喔 左側も視線をお願いします 看看左手邊的攝影機 那如果想要了解呢 更多詳情的話 都歡迎可以上我們的 TRE台北國際成人展的官網 Facebook以及JKFACE 來取得更多的資訊 選擇に視線をお戻しください オフサルカメラマンに視線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沙長真菜呢 今年終於要加入了 而我們非常開心可以再一次的邀請到七折米亞 很嬌小很可愛 但是好喜歡他們 他們都非常非常的有禮貌相當甜美 都用捕捉到畫面了嗎 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們 はい お願いします 如果哪裡需要是欠請舉手呢 再讓我們知道喔 はい OKですか 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們再給小超存在 記者面對熱烈的獎勢 好嗎 謝謝你們來到台灣 よごと台湾よごしくださいました 再次非常感謝各位媒體朋友們 今天的麗玲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再次正式的告一個段落 再次的謝謝大家 那稍待一會我們即將在舞台上會進行電子媒體聯訪 需要聯訪的媒體記者朋友們 請幫我們到舞台前方稍作準備 那電子聯訪結束之後 我們就會移到後方來進行平面聯訪的部分 再次的謝謝大家的麗玲 也帶給我們兩位女兒一個熱烈的掌聲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謝謝 謝謝 8月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謝謝